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在谈有很深刻的意义 真的很深刻 我选这个题目不是偶然的 因为2015年的最后一天 我的email 我电子信箱收到一封 我的一个朋友 法国国会议员的朋友 写给我的信 他说他对2016年的展望 反正大家都有展望 2016年新的一年来 大家都要眺望未来 可是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他寄给我一首诗 其实我觉得真的要越来越鼓励大家 偶尔 诗文学作品 那些老掉牙的东西 包括什么星际大战 也可以重温一下 他选了一个很老的 大概是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 希腊诗人的诗 其实如果用英文讲是 C-A-V-A-F-Y 可是希腊文是 我就不让大家听希腊文的诗 也不让大家 老实说我也不太会讲 我会发几个音 那我的朋友 我的艺人朋友寄给我的 是法文的翻译本 也不用念了啦 虽然我觉得 法文其实很有音乐性 我自己也很喜欢法文 我自己把它中意了 不过我觉得 在谈捷运 我们用点老式的风格 谈捷运 我们不妨先念一首诗 希腊诗 我把它翻成中文 它的名字叫 等待野蛮人 我们集合到这广场来 等待着什么 像不像欢迎新年 野蛮人今天会到这里 为什么元老医院的元老们 什么事也不做 因为他们今天不立法 因为野蛮人今天要到来 他们能立什么法呢 野蛮人一来 立法院就由他们来做 为什么皇帝这么早就起来 为什么他坐在城市的大门口 坐在宝座上带着皇冠 鹦鹉威勇 因为野蛮人今天要来 野蛮人来了 皇帝只好等待他们的那位领袖 皇帝准备一个好的卷轴 上面写着官衔和响当当的名字 为什么我们的两位执政官 跟司法官今天都来了呢 他们穿着刺绣的 深红的长袍 他们戴着紫金的手镯 闪闪发光翡翠的戒指 为什么他们戴着制作精美的 杜上金银的雅致的手杖 因为野蛮人今天要来 穿戴这类的东西 会让野蛮人的目光迷眩 为什么那些杰出的演说家 和熊辩家 不像平时那样出来 发表演说 讲他们该讲的话呢 因为他们躲起来了 野蛮人今天要来 夸夸其谈跟公开演讲 会把他们闷坏 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安不解 人们的脸色变得这么严峻 为什么街道跟广场 转眼间就空空荡荡 每个人都低头沉思回家 因为天黑了 野蛮人并没有来 那些从边境回来的人告诉我们 再也不会有野蛮人来了 但是这是结语了 没有野蛮人的我们怎么办 野蛮人他们是一个解决办法 这是一首诗 我念的不太诗意 不过我要跟你们讲 就是说 我收到这首诗的时候 我觉得法国人也觉得事情很糟 2016年是新的年 他可能觉得什么都僵化了 大家都夸夸其谈空谈 然后什么事都改变不了 什么改革都不能做 想推动什么事情都推动不住 最好怎么办 野蛮人来了好了 连皇帝也想等野蛮人 连司法官 执政官也想等野蛮人 然后只有谁躲起来了 就是那熊辩家 演说家躲起来了 大家都希望 您来把这个一切打破 从头开始吧 我不晓得 希腊或者法国的气氛 是不是跟台湾一样 可是跟我今天的话题 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匈牙利 匈这个字眼 最早就是野蛮人的象征 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欧洲既害怕又欢迎野蛮人 所有的事情都一样 其实这首诗 希腊的诗是描述 罗马帝国开始沉闷 开始僵化 开始官僚化 开始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的 气氛中大家都等待野蛮人 当然最后的结语是说 野蛮人其实不会来了 什么事情要靠你自己 不过如果你对野蛮人有期待 是不是你对改革也有期待 那我要讲什么 讲其实就是匈牙利的首都 布达佩斯的结语 我不知道多少人 我们的听众 对匈牙利或者对布达佩斯有印象 有吧 听过这个字吧 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 它是一个中欧的国家 有些人旅游会想到 就是第二次第三次去欧洲 可能会开始想到 也许可以去布达佩斯 这个名字听起来 有一点点那个古典的味道 可是其实它不是古典 传统成就的东西 我们把那个眼光放回捷运系统 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捷运系统 在伦敦1863年出现 然后1868年纽约有捷运系统 1892年芝加哥也有捷运系统 但是欧陆 欧洲大陆第一个有捷运系统的 是1896年的布达佩斯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回想起来 你大概可以想象 一百多年前 快要两百年前 那个欧陆最时髦的城市 最先进的城市 最新的城市 人民敢拥抱捷运系统的城市 居然是布达佩斯 我先给大家一个概念 如果说是欧洲大陆的话 因为文明或者工业革命 来自于欧洲大陆 那么现代的欧洲大陆里面 第一个有捷运系统 是布达佩斯 伦敦当然很先进 可是伦敦是岛国 伦敦很多欧洲人不觉得 它是欧洲或者不是欧陆 它是岛国 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描述 英国跟整个欧洲 是不太一样的 英国人靠左走 欧洲人靠右走 欧洲人用工智 英国人用英智 很多事情是不一样的 到今天为止 英国还是用英镑 欧洲用欧元 所以欧洲人不完全觉得 英国人是 是是是是 欧洲人 是啦是啦 我这样讲很糟糕 我给各位讲一个笑话 那个 法文里面有一个 很有名的俗语 因为英法百年战争 打很久很久 他们两个彼此为仇敌 所以有一个 我今天还是讲点法文 一个好的英国人 好的英国人是谁 就是死掉的英国人 英国人只有死掉才是好的 这是真的书 有朗朗上口 不过老实说 我有一次 在那个 法国驻台代表的 餐序上 卖弄法文 我就说了这句话 那他就跟我讲说 嗯 真的有这样的话吗 我从来没有听过 你看 外交官很厉害吧 他就是永远不会得罪任何人 可是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话 所以英国其实是另外一个世界 然后呢 美国的 纽约 芝加哥是新世界 所以旧世界 或者旧欧洲的第一个捷运系统 是布达佩斯 1896年的 那布达佩斯 是匈牙利的首都 它在中欧 它说 它是一个内陆国 我努力表达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讯息 要透露 就是 如果各位听众 可以去Google 或者闭起眼睛 在脑海里浮现一个捷运城市图的话 你会发觉 大部分的捷运城市都是港口城市 因为捷运是1863年的伦敦 就是19世纪末开始出现的一个新的都市有效率的运输系统 那么19世纪以后 开始世界有一个很大的转折 就是陆全国家开始没落 海全国家开始兴起 而城市的精神之一就是迎向新的世界 所以他们多半在港口 港口也拥有财富的集中 人口的集中 然后变成城市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脑海里会出现一个图 如果把一个一个捷运城市点上去的话 你会发觉多半靠海边 多半在岛上 多半在大陆的边缘会出现捷运城市的点 这个时候 布达佩斯或者匈牙利 这个欧洲的内陆国它不靠海 拥有捷运就是几乎你可以看到 它标示一个时代的或者一个时代的没落 或者一种权力的没落 而另外一个权力的兴起 另外一个可能性的发展 所以这里面也有点有趣 就是野蛮人没落了 工业革命来了 英国人 那个代表着西方文明的英文崛起了 其实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在2016年的第一次播出的节目里面讲这个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时代的变动啊 如果我们可以放宽心胸 把那个地理的横轴跟历史的纵轴结合在一起 布达佩斯捷运或者1896年通车的布达佩斯捷运 实在是开展我们视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 所以我好高兴今天能够谈布达佩斯捷运 先给各位一些资讯好了 就是布达佩斯捷运 哎呀我要讲的好多哦 先给各位一个基本资料 现在啊就是目前如果你下一个秒钟跑到布达佩斯去搭他的捷运的话 你会发觉他有四条线 所以他的规模其实比台北甚至高雄大一点 台北捷运来说是规模小的 他有52个站更小了 那每天运送的人是大概1.27百万 就是120 130万左右 那跟台北相当了 所以台北密度很高 可是请大家有个概念 台湾是一个土地很小的地方 2300万人口很多耶 匈牙利比我们大很多 他们只有一千万人口 所以只有200万的人住在布达佩斯 他已经首都了 每天有130万的人次去搭乘 已经很惊人了 但是如果只是这样的资料 好像不足以让台湾的听众 在2016年第一次听世界捷运的时候就听他吧 跟你们讲他很伟大耶 他其实只是因为刚好在时代的动荡的浪头上 他其实在1840年就提出了都市捷运的计划 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他远比伦敦来的早20年 伦敦是1860年提出计划以后 立刻因为是私人投资计划 立刻在三年内完工通车 可是那时候的伦敦 或者那时候的英国 在工业革命的气氛里面 还是雄心壮志 然后打破规矩的 你看我要表达就是说 一个野蛮人建立的国家 匈其实就是匈奴了 Hum就是H-U-N这个字 匈牙利其实是 大家以为的匈奴建立的国家 从亚洲 从西边来的人建立的国家 所以他很凶悍 代表了野蛮人入侵 欧洲的一个重要象征 所以匈牙利的想象的 想象的创始人 其实是阿提拉 就是匈奴王 可是到了19世纪的时候 匈牙利已经变成一个王国了 可能是欧陆最大的王国 是路权的重要象征 路权力量的重要象征 所以他开始僵化了 野蛮人也会 所以那个希腊的神话里面 就会有把那个人类的生命发展 分成好几个时期 一个叫做黑铁时期 就是开始有金属的感觉 但是脏脏的丑丑的 然后充满了活力 好像从火里面刚炼出来的东西 黑铁完了是青铜时期 先更金链了 更有坚固了 更有延展性了 变成青铜时期 然后变成白银时期 银又比铜更珍贵 更散散发光 后来是黄金时期 就是最高峰 可是黄金时期再往下走 又要回到黑铁时期了 就一定要崩坏 一定要革命 一定要破坏 才会有下一个循环 再下一个精致化 文明化 升华化的路线 所以真的 匈奴在奥匈帝国 或者匈牙利帝国时期 就开始僵化了 所以他们讨论很久 然后他们也内战 他们一下跟魏伊纳打战 一下跟奥图曼帝国打仗 一下跟谁打仗 打来打去打来打去 1840年的计划 一直扯到1870年 匈牙利的议会才批准 他批准了以后 才有真正的发展 所以你看看 有概念到 有捷运的具体计划 被批准 花了30年 真可怕 所以你可以想象 官僚怎么样扼杀 创造力跟革命的动力 我们稍待片刻 广告回来以后 再回到酒吧讲堂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酒吧讲堂的节目现场 我是杨子宝 我们今天谈的是 布达佩斯捷运 布达佩斯捷运 其实我刚刚说过了 它是1870年 才由匈牙利的议会批准 可是其实1863年的时候 伦敦捷运已经通车了 这时候匈牙利这些匈奴 汉 我觉得很好玩 为什么HUN这个字 汉要翻成匈 听起来就是汉 汉的话 其实大概就是 从西方来的人 就是亚洲过来的人 那事实上 我在匈牙利的博物馆里面 看过那个 阿提拉匈奴王的雕像 它有文字记载 它是扁平鼻子的 它是那个 大概蒙古人的脸 就是下额很长 方方的 矮矮的 当然就是有点 那个西方人的想象 留着那个 师爷型的小胡子 那样子的人 可是一看起来 就是亚洲人 所以是那边带来的 可是他也到 大概13 14世纪来 或者更早 或稍晚一点 就是那个时期的 亚洲民族 开始跟欧洲民族混合 或者交流的时候来的 可是一直到 19世纪 他们已经 文明化了 文明化了以后 很可怕的东西 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能挤 要拖 要争辩 要研究 要商量 要经过行政程序 要盖很多张 所以1870年 匈牙利议会批准了以后 一直出现 比建捷运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到1894年 又过了24年 布达佩斯的市政府才动工 那花了五年建造 这个也比伦敦 或者其他的城市来得慢 在那个时代 在那个时代 很多人很急 很多人急着发财 急着改变 急着创造 急着生产 其实差不多五年 如果放在 现代来说 台北捷运的经验 也一条捷运 大概五年 统策 所以很合理 所以1896年营运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世界已经有 三条捷运线了 它是变成第四名 可是如果你从发想 或者有具体计划 而且写得很清楚的 计划来说 它说不定是 全世界第一个捷运 可是当时代变迁 当时代的巨流来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路权国家 因为强了 有钱了 分封诸侯了 然后开始有官做了 那些官再也不去打天下 而是治天下的时候 官僚就出现了 我在这里 没有意思要骂 政府行政人员 我说官僚 比较是那个 心态上的 思想上的官僚 会出现了 所以野蛮人就 就抢到了 idea 抢到了那个 概念的先机 可是如果从1840年到1896年的营运的话 它一共花了56年的时间 才实现 我去过 我去看的时候就感慨 因为我当然 我的人生最早要去拜访的 是1863年 通车的伦敦捷运 然后再去看 1896年 其实也很了不起了 就是世界第四名要怎样 那就很多感慨 尤其我到图书馆里面去翻 他们保留下来的所有捷运建造的文献 他们其实可以第一名的 他跟伦敦一样是用明挖覆盖法 新建捷运系统 就在马路上cut and cover 就是挖一个隧道 就是直接开挖 挖完了以后再填回去 可是当时的匈牙利人 当时的布达佩斯工程师 是非常聪明的 他们知道浅挖 那个结构很难做 所以他们在工厂里画了很多土 生产了很多坚固的钢柱 细细的 然后他们要在浅挖上面放置铁板 然后用钢梁撑的 所以覆盖的时候就不用覆盖太多的土 就有很好的结构 所以他的设计其实比伦敦更先进 一直到今天去看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布达佩斯捷运看 他们还是以钢梁 细的钢梁为主的方式 支撑着隧道的结构 那些钢梁都很漂亮 雕琢 然后那个卯钉都很漂亮 其实他们是有想法的 然后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 哇 他们花五年建造也太久了一点 伦敦用土法炼钢 用钢筋混凝土 然后丑丑的 然后勉强做出来 也不过花了三年 他们更好的 然后有预筑的方式 有分工的方式 工厂生产一些东西 现场做一些东西 本来他这样的概念 就是很迅速的完成一个系统 可是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他就 他就花了五年 他就花了一共五十六年 将近一甲子六十年的时间 把梦想实现 到底还是实现了 我其实已经 已经不应该再骂人了 这就是野蛮人文明化的下场 你们要不要听 还有更糟糕的下场 我也不能说糟糕了 布达佩斯还是个很美的地方 他们第一条路线通车了 然后这个世界又就变了 第一次事业大战 第二次事业大战 匈牙利都被卷入 然后他就被划入铁幕 就是广义的华沙公约组织 或者苏维埃联盟 所以他的第二条线 1896年第一条线通车 第二条线是1970年才通车 中间差了74年75年 第二条线通车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条线 高雄的朋友 或者台北的朋友 或者对台湾熟悉的朋友 就知道 路线越多 捷运越方便 所以台北捷运 只有一条路线的时候 其实没有什么人搭的 所以他们一条路线的时间 几乎75年 然后第三条路线 1976年 六年之后 好 现在只有第四条路线 一共只有四条 第四条路线是2014年 又隔了许多许多年 1976年 86 96 06 又差不多三十几年了 所以这个国家在 你可以想象在19世纪 好像就宣布 它进入时光隧道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 跟听众表达一些感觉 就是说当僵化出现 举足为奸 我不晓得 连我们在亚洲 亚洲已经被视为 被这个世界 21世纪初的世界 视为是最有蓬勃活力的地方 连我们在亚洲 我们在台湾都觉得 好多事情很难做 有志难生 你可以想象 一百多年前的布达佩斯 他们做一件事情 要几十年 然后中间等很久 总有这件事 那件事 拖了他的右手 拉了他的左脚 然后每个人 陷在泥沼里 这时候 他们会不会希望 革命出现 会啊 那个革命 其实就在伦敦 或者在英美出现了 那就是后来 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 相对于他们那个 我不能说僵化了 可是就是 不一样的社会主义社会 或者文明化的野蛮人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 刚开始的资本主义 其实是很残酷的 我们叫做原始残酷的资本主义 一切向前看 一切只有一个标准 可是横冲直撞 扫平所有障碍 早期的资本主义是这样子的 而布达佩斯代表的 大概就是过去的美好时代 一种老的东西 社会主义也好 或者文明化的野蛮人也好 这些野蛮人其实非常有趣 他们也开始建立元老院 他们也开始有执政官 有司法官 我可没有骂什么人 然后开始有名嘴 有辩论的人 有演说家 然后有一个皇帝 慵懒地坐在宝座上 大概那个气氛就是野蛮人的文明化 那么野蛮人的文明化 代表的当然有精致的部分 我们到布达佩斯去看 那个城市其实很美 它就有越来越多 精雕细琢的大楼 然后布达跟佩斯刚好 一个是三坡 然后一个是平原 中间多脑河连结的 然后他们还有很多很多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现在那个布达佩斯捷运的一号线 已经是人类文化遗产 就是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封的文化遗产 在那个多脑河的河畔 有捷运的一号线 一号线经过的好几个地方 都是有名的大旅馆 大饭店 所以有一部电影 叫布达佩斯大酒店 然后酒店里面 都有很多的温泉 因为从十八世纪 十七世纪开始 这个地方就是很多皇宫贵族 度假休养的地方 这像不像罗马人 就是到城市里 然后到温泉里面 我还真的去洗过 他们的温泉旅馆 然后真的有光头的大汉 土耳其人 奥图曼帝国的大汉 穿了一块布围兜 然后帮我做按摩 那个按摩就其实有点蛮恐怖的 就是我们台湾人 东方人小小的 他就抓小鸡一样抓起来 然后把你摔在那个石板上 石板有扑东西 然后就把你全身的筋骨都弄散了 然后就在温泉里面 其实很舒服 可是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 这个就是帝国的场景 就是官僚的场景 就是捷运会运作 可是运作得很慢的场景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在重读 我在今天一开始念的那首诗 等待野蛮人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布达佩斯捷运 或者我该怎么讲 匈牙利的那个帝国 恐怕等待野蛮人 比如说2014年 其实1989年苏联解体 90年苏联解体以后 匈牙利就重新开放 然后开始迎接资本主义的社会 资本主义的影响 资本主义的冲击 然后2014年有了新的第四条 监狱系统以后 他们好像迎来了一些革命 一些新的力量 跟他们以往不同的东西 所以他们甚至融入欧洲 进入欧盟 也用欧元 也希望迎接来一个革命 而这个革命到底会从哪里来 恐怕很难说 我们从捷运谈到了革命 也许我们还可以谈得更多 所以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你所收听的是 98新闻台98讲堂 我是杨子宝 欢迎回到98新闻台98讲堂的节目现场 我是杨子宝 我们今天谈的是 布达佩斯匈牙利的节目系统 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 匈牙利 Hungary Hungary就是 Home Home就是匈奴 阿提拉匈奴王创建的国家 他其实很有趣 他本来是一个东方性格很大的国家 很多人说匈奴匈奴 匈奴你看那个奴字 其实就有一点点低的意思 可是有很多人研究 匈奴这个民族 恐怕很难说是 说是单一民族 他大概都是欧亚 从蒙古人开始 什么巴都东征 什么开始外移 经过中亚 经过西亚 然后到欧洲来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迁移跟侵略 或者扩张的过程里面 他不断的种族融合 所以应该已经是个定论了 就是没有人相信匈奴 或者对西方来说的那个Hung 是个单一民族 所以它是一个混合 多元充满胜利 在混血的过程中 在交流的过程中 在开放心胸 面对其他文化 然后不排斥的过程中 都充满了力量 但是它变成帝国 变成帝国的时候 恐怕就有点可怕了 因为帝国就要管理 就要行政 其实帝国也有 早期中期后期的帝国了 在早期的时候 也许一边征战 一边百费带心 建立一些新的东西 典章制度都很好 可是当开始结构化 开始文明化的时候 就有一点点僵化的可能性 不僵化 我一直用僵化这个词 我自己也有点担心 其实稳定是人的天性 就是谁都想过稳定的生活 谁都想过安定 比较没有变化 或者我们可以预测 跟掌握的生活 但是真实人生 又不是这样子 其实该怎么说 就是最折磨人的 就是unknown 那个不知 未知 或者uncertain 就是不能确定 可是当我们有 这种心态说 觉得最折磨人 的是这个的时候 我们就糟糕了 因为其实最值得期待的 也是未知 跟不确定 美好的事物 新的事物 如果有梦的话 那些新美好 都是期待的 如果有期待就是好的 所以很难说 所以心态一旦转变了 未来好像也被确定 无论如何 那个世界都是变动不局的 你愿意变或不愿意变 都是要变的 所以看不同的心态 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我顺便就多讲一点 因为这个新的一年的 第一个月 所以像我在外交的世界里面 我认识一些外交界的朋友 他们每次听到我们 台湾人说保持现状 都会露出很奇怪的表情 就是status goal 就是保持现状 台湾人很喜欢讲说 两岸之间或者什么什么 保持现状 可是我大部分的外交界朋友 都会看我一下 因为status goal是拉丁文 保持现状的 在其他语系里面 都用拉丁文 这个是意思什么 就是现况都在变 怎么可能保持 怎么有人会认真觉得 这个国家的未来是 目标是保持现状 可是没有现状 那个时光如滔滔藏河 英文里面有一句俗语 叫做你一脚踩下去 踩到的水 不是刚刚你看到的水 因为前一秒钟就流走了 所以每一个时间都不同 我们人与人资金的关系 人与环境的关系 这个世界 雾霾或者什么都在变 所以你怎么可能保持现状呢 那你说的期望其实是一个 你老想踩在 你刚刚看到的那个水上面 可是是不可能的吧 所以这就是很有趣的观念 所以是不是心就好 不一定 但是老实说 我今天带来的这首诗 说的是等待野蛮人 我们不需要真的期待 有一个人到家里来 拿着大锤 把所有东西都敲破 事实上那首诗最后也说 野蛮人没有来 你期待的东西 好像你要重新看过 什么重新看过 就是说你到底期待什么 如果期待改变的话 大概就要准备改变 像最糟还是有东西改变的 我觉得如果布达佩斯捷运 有一天我们去平调 然后去走那个 已经变成人类文化遗产的 一号线黄线 我记得还蛮美的 然后看他的那个 用的那个铸铁 或者早期的炼钢炼出来的 高品质的铁的铸铸 其实除了缅怀以外 我觉得这里面 还是有一个东西 值得学习 咬牙坚持还是做的成功 虽然布达佩斯捷运 1840年就有计划了 那他们如果不坚持的话 1896年的第一条捷运 还是不会出现 他们晚了很久 晚了很久被英美都超越了 可是终究他们变成欧陆 第一个有捷运的国家 然后呢 如果他们放弃希望的话 1970年的第二条就不会出现 因为他们被别人征服 被别人管理 画在一个 也许他们自己不喜欢的 政治阵营里面 在那个冷战的期间 跟另外一个阵营对抗 可是在苏联的协助下 他们还是建了第二条第三条 然后苏联崩解了 他们突然相对这个世界 你看台湾人认识布达佩斯 就比较少 就他们变成边缘化的国家 他曾经是这个世界的核心 奥匈帝国时代 然后或者路权的时代里面 他甚至比法国 比周围的国家 比德国恐怕都来得重要 曾经 他们曾经跟神圣罗马帝国 或者甚至我还记得就是 我看过很多那个 博物馆里面的图片 就是梵蒂冈的教宗 跑来跟匈牙利王国 或者奥匈帝国的国王 求和的画像 所以他们曾经很强的 可是如果一直缅怀在那里面 他们就不可能有2014年的第四条线 有了2014年的第四条线 他们可能有第五条 第六条 然后变得更强 就是迎接新的东西是一个可能性 当然捷运系统是不是解决交通问题的 唯一方法不一定 但是如果愿意认真思索 愿意去做 去实践 然后想办法解决问题 大概这样的心态都是需要 抱怨或者争论 争论其实是好或不好 没关系 可是就是那个热情很重要 然后我觉得等待野蛮人 或者匈牙利这个国家 Harm 匈这个民族 它的代表意义在21世纪 我们都要重新的来看 就如果我们的国家 或者2016年 或者我最记得就是2015年 INF国际货币组织就宣布 它应该是一个新平庸的年 就是大家都很像 大家都一样 大家都选择同一个方式 然后渐渐渐渐就沉闷无聊 也没有变化 经济往上拨一点往下拨一点 那个政府也不大 当然政府不大 我们心脏就不会害怕 可是不害怕不恐惧 没有情绪没有波动 好像也变成一滩死水 捷运就是要动 捷运就是要让人去动 去流转 那么祸唱其流 人唱其流 然后金融 然后一切思想 如果都动了 那这个社会就会有活力 就会更美好 我讲好像是哲学 可是真的 我喜欢交通这个字眼 就是那个 其实我是不懂易经的 不过我还是要讲 那个易经的一些话 就是我一知半解的情况下 我对交通的了解 我有一个长辈跟我讲 他有一次 就是也不是条戏 就是问我 然后准备是要取笑我 他说你知道易经八卦吧 我说知道一点点 有那个钱卦 坤卦 天跟地 他说那最好的卦是什么 是天在上 地在下 还是天在下 地在上 我说当然是天在上 地在下 那稳定 他说不不不 最好的卦是地在上 天在下 我说那不是天翻地覆了吗 他说对 易经或者古圣人们觉得 最好的东西就是要有交流 就是交通交通 天在下 因为天是轻的 他一定会往上浮 地在上一定会往下测 那有沉浮 那原先高高在上的人 有时也会跌下来 原先在底下 卑微的人会爬上去 那就有流动 有上上流动的机会 这个社会或者这个世界就是动的 那如果稳定了 永远在上的人不可能跌下来 永远在下的人没有机会往上爬 没有希望 没有未来 就一滩死水 所以他笑我 因为我自己学交通的 他就说你看看 连你的价值观都像那个 腐朽成就的人 交通怎么能改善呢 这是老先生跟我讲的话 我听了当然一半羞愧 一半不满 就是说也不过就是读了一点 《易经》是怎样了 可是我要说的是 对呀 那台湾 亚洲 欧洲 这个世界 也许我们日子过得太好了 我们应该想一想 迎向新的未来的时候 是不是要有一点点野蛮人精神 也许等待野蛮人 也许等待心里那个野蛮人 也许试着去了解 感受 野蛮人建立的捷运系统 他怎么运作 怎么样不放弃希望 怎么样等待未来 然后比较 其实有时候看世界 看城市 看另外一个国家的人 或者看另外一个城市的捷运 主要用意都是这样子 那么也许我们真的可以从 布达佩斯捷运里面 学到一些东西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 酒吧讲堂 我们再见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